这是每年汉光演习松山机场进行的反空激将演练 宪兵装甲车在机场跑道中穿梭 防止共军散兵部队占领机场 而今年更是史上首次遗失国门桃源机场 操演地点三地电视独家揭露 就在星宇航空维修捧场 捧场外模拟敌军散兵部队空降攻击 进而控制桃源机场 因为这里一旦遭到解放军占领 中共运20运输机就会载着200人 一个连的兵力透过高速公路快速进入台北市 同一时间附近的主委海滩 也有共军两棲部队登陆 共军陆空并进 国军也不是没有准备 负责淘机首备的陆军584旅 搭配航特部特战官兵 以及两栋六旅跟后备部队 届时将全力拦截并且夺回机场 桃源机场跟主委海南这个区域 这个道路进入这个市区其实都还蛮方便的 公共他如果说要执行这个两栖办台的话 可能他的这个 他要这个后续进行这个行政下卸 重装备要那个进入台湾 进行这后续的作战的时候 那可能这几个区域其实都会非常重要 也因为军典桃源机场史上首次管制也会影响到航班 包括7月12号跟19号两天预备日 还有26号操演当天 桃源机场透露管制时间上午9点到11点两个小时 操演期间桃源机场两条跑道只开放一条跑道起降 预估影响超过60个航班 民航局透露只要有影响就会发飞航通报 军方更是力求撞在哪里打就在哪里训 不让敌军有可乘之机 307号林凯军 陈彦豪台北超道